我们这一手日本真珠呢 还来了这些 9-9.5G5 我先手上天女了 花珠了 都没有9-9.5的了 这一手珠子呢 它有FA的 有活剪 珠子光很透亮 但是呢 有皱皮 正圆 9-9.5珠子就是非常大了 带一点点瑕疵 但是价格比较合适 这一手的珠子 我们定价是18,800 配的是日本FA的真珠 9-9.5的规格 珠子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可以的 价格 珠子呢 是正圆 微小 有一点瑕疵 光呢 还可以 强光 大部分那个极光 极光天女花珠了 它这个珠光 还是可以像这一条 就是所谓清浪 像这个呢 就是所谓烟花粉 带点点烟花粉 其实带的脖子上 都是白色的 珠光还是比较透亮的 现在整个天女花珠 非常少 而且价格非常高 我现在天女花珠都出完了 没有了 就是8.5到9有 8到8.5有 我7.5到8 比较多 我的天女花珠都是老价格 像那边的价格 也是比较合适的 一共就9条 像买这个珠子呢 你就不能要追求的太完美了 因为价格在这房子 9到9.5的 现在天女5万多 花珠基本上也是3万多 这个呢 我们才花18,800对不对 价位一点都放了 这个珠子在日本阿库亚当中 它就是属于巨无霸了 特别大 因为日本珍珠它背壳比较小 它的点位基本上是7和8 怎么样 超过8就是所谓大的 这个达到9到9.5了 点位大 价格也合适 它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瑕疵 就是正常社交距离 看不见瑕疵的 但在脖子上还是很好看的 谢谢你 感谢观看